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前市府推动大坑风景特定区计划,市议员曾朝荣今天说,开发受法令重重限制,地方为蒙其利先受其害,希望市府重视解决,市府表示,正办理相关检讨作业,将放宽农业区风景区开发限制,检讨不必要的公社保留的及土地使用分区。 为促进大坑风景区整体开发及维护景观资源,内政部要求市府订定大坑风景特定区计划,面积于3500公顷,103年4月生效,出少数住宅区、油气区,其余大多华为农业区,此处农业区允许使用规定比较保护区,比一般农业区严格,几乎不能开发。 曾朝荣说,市府强力通过大坑风景特定区计划,许多地方被划为农业区,除规范不能盖农社,还设下许多不合理的都市计划规定,如土地开发至少要一公顷,东山路的建筑要退缩12米等,法令重重限制,导致大坑地区发展受阻,希望市府重视改善。 都发局长王俊杰说,市府目前正办理通盘前套,主要计划及细部计划拆离作业,将朝以下五大方向进行。 一,开发许可机制转换与简化变更原则。 二,放宽农业区,风景区开发限制都市计划发布前编定建的目的,农业区土地得兴建自用住宅。 风景区土地若无风景区可工整合达,申请开发规模者不受基地面积,应大于一公顷限制。 三,车龙浦断层带两侧的使用分区与公社用地,将评估土地使用分区与调整容需使用项目。 四,检讨不必要的公社保留的及土地使用分区,如横坑溪、浊水溪等野溪缩滑舍的绿地用地。 第三,种油气区交通转运功能。 五,拟江台中市大坑风景特定区景观审议委员会改由台中市政府独市设计审议委员会进行审查。 特殊基地经都社会统一后免受退缩规定限制。